神不偏待任何一个人 而且一公一的心情来审判所有的人 但神对人要求的都是有何时条件的 神所要求的无论什么人都得达到 神不看你自立多身赐格多老 神只看你是不是尊行神道的人 神只看你是不是尊行神道的人 是不是爱慕真理的人 你若是没有真理反而羞辱生命 不安身得到屈心 只是无忧无虑的跟随 无忧无虑的跟随 那时神会沿着你的恶来击杀你惩罚你 你还用何话可说 你还能说 神不公义吗 今天神说的话 你都遵守了这样的人 神承训 你说你一直跟着伸手哭了 风里来与离去 根深痛干枯共昏难 但就是神所说的话 你没活出来 你就想天天为神套路 花费就行了 你也没活出来 你也没想活出一个 有意义的人生 你还说 反正我相信 神是公义的 我为他受苦 抛弄奉献 没有功劳 还有苦劳 他保证 纪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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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公义的 这不假 但这公义中 不缠有杂志 并没有人的意思 并没有人的意思 不缠有肉体 不缠有人的交易 凡事被你抵挡 不遵守他道德 都得尽受惩罚 一个不饶书 谁都不放过 谁都不放过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